戴着护目镜口罩 身上防水隔离衣包紧紧 双手还有防水手套 防护从头包到脚 空服员不止执勤要全副武装 回国还得自主隔离 飞航人生成了飞机与隔离住处 两点不断轮回 目前两家航空公司 匡列机组人员包含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自主健康管理三项 一共两千八百人左右 都被认为是高风险族群 工作难度变高 还因为旅行不同国家 或接触多国旅客 成了高危险群 就有空姐爆料 自己想看牙医 却因为职业被牙医师拒绝看诊 而这样的委屈 就来自于空服业行业 已经被视为高风险业别 机组员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完成 在健保的旅游时的注迹 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 医疗院所 不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注迹之后 然后拒绝机组员的就医的部分 原来健保云端系统 不只提供高风险地区旅游室 还会注迹高风险职业类别 机组人员都会被注迹 包括机师和空服院在内 医护人员 医护人我记得好像是 因为我不太确定 但是白白 并不是说每个被感染的职业 都要注迹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非常时刻还得来回奔波 空服员辛苦大家看得到 而这样的注迹 其实都是为了防疫 而非造成对立 也呼吁民众不要因此歧视或过度恐慌 记者要立强王子才放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